一切的一切还要从百多年前说起 中印边境在出现现代边界线概念之前 由传统习惯线作为划分 分为西中东三块区 而其中的西段和东段因为地属要地 最为引人关注 西段大体为阿克赛金和拉达克地区 阿克赛金是维吾尔族以及克尔克兹族的积极地 在金朝设和田办事大神 阿克赛金属于和田下去 拉达克地区为藏族的发源地之一 属象雄古国 在吐伯兴起时为松赞干部征服 后连同西藏一起 在元朝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设宣正院 新朝市作为西藏的地方范畜 每年进攻 19世纪初西克国兴起 禁军克什米尔的扩张过程当中 击败藏军夺取了拉达克 也就此 在阿克赛金和拉达克之间的喀拉昆仑山脉 成为与西克国的分界 其中的喀拉昆仑山口是中国西区的古商道 为古斯手之路所进 空卡山口则是进入克什米尔地区的要道 加勒万河谷 班公湖也在这里 东段及狭隘上的藏南地区 西起布丹 东连缅甸 为此段喜马拉雅山的南路 自西向东 分为门云 落云 差予三个地区 再往南则是阿萨姆地区 红石油载 松赞干部将南面的洛门 西面的象胸 北面的突厥 东面的草地居民 以及森林居民收回之下 元朝时一并并入中央王朝 历史上还留下了 清朝穿颠编武大臣赵尔峰 指派人员普查茶余地区的史料 上下杂鱼 民间所中 田木银梁 向归丧昂取宗 银贯正寿 丧昂取宗 便是直属昌渡 也就是说 一直到清朝 中央政府还维持着对这里的统下 而在地理上 藏南地区不仅能够连接内陆 而且水利资源丰富 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 有着西藏江南之政 故此 同西段一样 成为后续边境问题的焦点地区 而这些嘛 只是基本情况 矛盾的爆发起始 还要从英国入主南亚大陆说起 19世纪中叶开始 入主南亚的英国 基本上完成了对印度北部地区势力的心扫 西克帝国被肢解 阿萨姆地区被兼并 清朝藩鼠国尼泊尔 在请求大清发病无果之后 为英国控制 不但西进自然也是无法庆免 也就此 为英国将势力侵入西藏 铺平了道路 只不过 最初只想得到克什米尔毛皮肩原料 阿里地区细羊毛的英国 还未来及实施 强迫清朝在西藏化解通商的战略 便是迎来了更大的挑战 也改变了商业利益的主导战略 此时 作为反法同盟 击败拿破仑的鞠躬制围者 有着欧洲救世主之称的俄罗斯帝国 已经开始 与英帝国展开对世界霸权的全帮位争夺 正在英国基本上扫平南亚大陆的档口 俄罗斯帝国也是扩张速度惊人 在接连吞并中亚各韩国之后 已经是禁止阿富汗北部 正在实施着禁军中亚夺取印度洋出海口的战略 也正在这个过程当中 与英国势力发生碰撞 大战是一触即发 只是这种体量的战斗让双方都有些心虚 两者便将阿富汗化为缓冲区 在伊朗的碰撞也以各战南北为宪 不提向西扩张的空间遭到英国的围堵 东侧的新疆便是成为沙俄的扩张方向 并接连得首 眼见着沙俄就要借到新疆继续南下 这可把英国人气得不轻 且正好此时清朝是内外交换 新疆也是爆发了封建势力 割土据地的世界 其中一方势力 请求浩瀚韩国发兵介入 浩瀚韩国可汉 令阿富白 领军入江 一番征伐之下 见空服韩国 这个新生的政权 当下便是迅速得到 想将其作为 抵御沙俄势力南下的英国人 激励拉拢 马上继承认的同时 军火什么的大量运送 英国也是得到通商 派驻使领的权益 这边的沙俄一看 也是急眼了 干脆是直接发兵入侵北疆 把包括伊犁在内的 一干北疆土地给占了 此后的事情 不找观众是知道的 左宗汤 台关西征 一年不到是荡平阿古板 收复南疆 但是在沙俄直接发兵 占领的北疆 蜻蜓是不敢妄动 而且在沙俄软硬坚实之下 又是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最终 虽然是收复了伊犁等地 但是排上沙俄 割据7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 外加新疆全境的免税贸易 在新疆的一番交手 自然是没有让英俄双方满意 双方啊 索性是不经过金兆 直接瓜分了帕米尔高原地区 将狭长的瓦罕走廊 这条玄奘西行经过的道路 送给阿富汗 只在阿古百完蛋之后啊 补完双方的缓冲地区 避免发生直接碰撞 而在新疆交锋当中 落入下风的英国呀 开始积极谋划在西藏的动作 名为缓冲国 边界战略的构想被提出 其中的缓冲国计划呀 来自殷属印度总督扣松 意图排除西藏与中国中央政府的联系 建立殷藏直接联系 1903年底 英国发动远征 次年8月攻入拉萨 西藏地方光源纳语音签订拉萨条约 条约规定拆除印藏边境的炮达5倍 西藏赔款750万卢比 分75年矫情 印度前往拉萨日喀沼等城市 最为便捷的道路所在 靠近布丹西津的春鼻河虎 抵押给英国 西县市直至还款矫情 也就是说 直接将西藏置于英国军事控制日下 条约的第九条 还将西藏的矿产铁路等纳入英国的控制 这份条约首先是遭到 沙俄以及法国的强烈反对 英国也遭到了很大的外部压力 清朝也是要求谈判改约 故此在1906年 中英续定藏印条约 达成 新约主要是清朝中央财政迅速付亲赔款 换取英国从春鼻河虎撤离 确立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但是相应的 保留了香港英国在西藏的特权 西藏也就此加深了半致命化 而这个边界战略计划 则是可以看作为缓冲国计划的折中方案 即在俄国南下的压力之下 如果对中国防卫力量乐观的话 便不执行 但是 如果中国在面对少俄侵略时过于软弱 便前往占据印藏关键战略节点 这里主要折的是 西藏连接克什米尔到巴基斯坦入海口的阿克赛钦地区 只不过 鉴于清朝数字对英俄的极力斗争 虽然是限于国力进处下风 但还显现出 新朝对于新疆西藏主权维护的强烈意愿 故此 相信中国会尽力抵于沙尔南下的观点 再度占据上风 后续因应总督 将阿克赛钦划入英属印度的建议 没有被内阁逼准 也无与清朝交手 但是 尽管最终这只能算是一个设想 但是因为战略要地的位置在数十年后 还是成为中印争端的焦点地区 只不过 英国人边境战略计划的东端确实得以展开 只是推动计划时的原因确实变了 即大清在西藏的自强运动 西藏事件之后 清朝欠张音唐入葬 大力推行自强改革 实在张音唐言 西藏百姓与中国血脉一线 如同胞兄弟一样 而世界上无论何过 贫者弱而负者强 质者兴而愚者亡 先奉金典 不足以欲聚跑也 妙信符咒 不足以欲快相也 洋人携起兵力 压制全葬为牛马奴隶 本大臣奉民来葬 查办事件 手以启发明治 日进富强为唯一亩地 张音唐还指佛发誓 立即此来不必艰险 贪穿图鞋日夜焦牢 无非为唐苦特技 指引西藏一杯水 闻听此言 与会僧俗是无不提累 实验 藏人定然是 同心协力 一欲歪回 新朝在西藏的四强运动啊 搞得有声有色 不可避免的将反殖民四强四强 向周边辐射 由于殷属印度东北民族运动 相呼应的趋势 故此 在喜马拉雅山脉东段 加个篱笆的构像 在英国人脑海中出现了 便是这个构像 最终演变为麦克马红线 而且契机是马上到来啊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次年中华民国建立 虽然是宣告中国迈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政局并不稳定 驻葬川军兵变 一时间 西藏内山不断 英国也是借机扶持 十三世达赖喇嘛 前来脚居 民国当即是 调集川军 滇军入葬西征 为做应对啊 英国当即承认中华民国为条件 阻止民国政府以武力解决西藏动乱 而一直谋求列强承认 并支持其镇压南方革命党立员事态 驱从了 同一举行 英藏中三方会谈 而英国另以支持西藏 觉得自治国家身份为条件 换取西藏地方政府出仗 麦克马红线土地 如果此举成功 便是多出一个缓冲国同时 又实现了边界战略计划 可谓是一石二鳥 只不过在西藏问题之上 北洋中央政府啊 自没有软弱到如此心底 虽然是遭到英国的打架逼迫 但最终还是拒绝签字 故此也因为北京条约当中 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换约 只能致一纸空文 且此时啊 因德交战迫在眉睫 伦敦电高因属印度啊 英国政府不能授权 单独与西藏签字 谈判就此流产的同时 西藏地方政府也认为被英国耍了 换文自然无效 故此依旧保持了 在藏南地区的机构管理 但是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 伴随着五四运动 北伐战争的进行 中国自强革新 迈入新的高潮 南京政府成立中 筹建西抗省 联合态度发生转变的 十三社达赖 新扫西藏的亲力量 设立拉萨中央办事机构 逐渐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的联系 这是一份1935年 因属印度主管 对藏事务的威廉森 给英国政府的报告 中国在西藏恢复控制 也许不是一个实际的军事威胁 但至少将成为是东北边境沿线 骚乱不宁的永久性根源 也就是说呀 担心中国的自强运动 将影响深处殖民统治下的 因属印度东北地区 为避免印度人遭受 自强思想的入侵 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 还是要想些手段才是 英国人呢 选择了继续在迈克马洪线上 做文章 时事方而有二 第一点 收回1929年出版 记载英国各学的爱奇性条约集 立即予以销毁 然后出版尾书 插入西藏问题协约内容 第二点 直接在印度测诡局的地图上 画出迈克马洪线 实行强战 当然了 数十年之后 一本遗留在哈佛大学图书馆 爱奇性条约集 遗存本被人发现 因政府协约造假 被揭穿 这是后话 但是英国人当时的操作 还是疑惑无穷 且英国啊 趁着中国抗日救国 无暇西谷之际 直接以军队进展脏南 并在官要设立烧墙 实现军事上的直接控制 时间的滚轮继续推进 新中国成立 这边印度民族运动之下 英国撤离 印度独立 边境争端开始复杂化 主要为两点 第一点 英国在半殖民时期 取得的西藏特权 第二点 意识形态斗争 首先是第一点啊 英国在西藏的特权 如屏幕所示 对印度来说 这无疑是一块巨大的利益 第二点 意识形态斗争 具体表现为 印度士族全方位继承 英国在西藏特权的同时 也受到冷战局势的影响 对于这一点 人民日报指出过 印度政府和尼赫鲁本身的阶级属性 国家遍布地主豪足 尼赫鲁本身也是家族接班人 婆罗门种姓 年轻时入学英国贵族学校 如此 在防止工农力量主导的 共产主义扩张的冷战大背景之下 受国体所限 印度不可避免的成为西方世界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的南亚基地 特别是在国内出现应供 进行旨在反封建地主的工农武装运动之后 更是对东北方出现一个共产主义大国 十分警惕 简单来说 就是生怕哪天被工农革了命 两者相交之下 印度全盘继承了英国的缓冲国计划 具体操作为 扶持西藏地主阶级分离势力 反对解放进入藏 反对新中国对西藏进行度改 民主化改革 试图在中印之间保留一个神权地主阶级政体 作为缓冲 而对于第一项特权 新中国的态度是 新中国不承认印度从英国继承的在藏特权 英国政府也就中国政府缔结不平等条约 而产生的特权 已经不复存在 并且提出啊 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的遗产 作为反帝新生国家的中印 应该携手共进才对 怎能因为利益开历史倒舍 对于第二点 自然是1950年西南军区18军入藏 在我与尼赫鲁的岁月一书当中 记载了当时印度政府 关于直接发兵阻挡解放军入藏的问题 只不过呀 虽然当时还得到美国给出的 只要印度发兵会尽力给予印度援助的承诺 但是啊 印度当局还因为担心打不过解放军 而放弃了动物的打算 尼赫鲁开始大打政治派 迅速在国际上 支持新中国进入联合国 在朝鲜问题上也予支持 对于新中国私存之下 提出逐步收回印度西藏特权的规划 尼赫鲁主动提出啊 要全面放弃印度在西藏的特权 换取印度在西藏的边境主张 即迈克马红线 以及中国不要对西藏进行民主化改革 只实行宗主权 自身也是积极支持西藏的地主阶级分离势力 资料当中啊 留下了我方对此的看法 尼赫鲁的这种自以为有恩于中国 占据着道义制高点的心态 使他从一开始就在边境问题上立场僵化 态度强硬 以以孤心的推行单变主义 将印度的主张强架于中国 尼赫鲁的这种心态 感染了印度政界 媒体 甚至相当一部分的民众 使他们对尼赫鲁的对话政策 以及对中国有关西藏问题的交涉 寄予厚望 希望在边境问题上 如同放宅人收取债款一般 理所当然的得到中国的回报 但是这无疑是小看了新中国呀 这个斩断封建过往的 新生文明对阶级斗争的强大一致 数次与印度交涉无果之后 1959年西藏平叛 只占人口5% 却霸占了西藏几乎全部耕地 牧场以及绝大无稳的牲畜 并占有着大量的农奴以及奴隶 并妄图在印度之日下保住正脚和一农奴制的西藏地主阶级被荡平 西藏地方政府被解散民主化改革启动 而此举无疑变上中印双方摊牌 印度在缓冲国计划遭到十百兆 迅速增并藏难 意图堵住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进入印度东北部的缺口 也就此边境局势顺势恶化 大战一触即发